不一样国际焦点还是要来先关注在乌俄战火上 目前的状况如何 我们先带你来看这张图 很明显还是在乌东城市 两军持续的在焦灼当中 巴赫姆特虽然俄军仍有攻势 但现在力道变小了 目前为止还真的没看到和平迹象 甚至在中俄会谈之后 俄军就马上对乌克兰的东南部城市 扎波罗热展开空袭 有两栋公寓因此受损 临近大白天 突然一声爆炸 算出巨型火球 浓烟不断往上冒 公寓阳台烧了起来 火场还听到零星爆炸声 扎波罗热周三早上 又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 俄军至少发射六枚飞弹 部分被防空系统拦截 专门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话不多说 就开始对着瓦砾堆徒手挖掘 上楼找生还者 但门已经被炸到变形 不幸的是至少一人当场死亡 多位军令受伤 就算空袭已经结束 大楼里的住户还是惊魂未定 天安记者当天晚上回到现场 募集轰炸惨状 而就在飞弹炸着布罗热前几个小时 俄罗斯才派出神风无人机大军 瞄准了基辅地区 俄罗斯一次21架无人机 飞向基辅郊区学校宿舍 当地空袭警报大作 防空系统戒备 但最后只有把其中16架成功击落 经过一天搜救 死亡数字至少上升到其人 一下炸民宅又炸宿舍 每次俄军前线打不出突破 似乎就会滥杀无辜平民 不管俄军派多少侦察无人机 使用多少炮弹 巴赫姆特就是攻不下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星期三更第二度 闪电现身在巴赫姆特前线 除了颁发奖章 泽伦斯基也到医院探望伤兵 更拿起手机自拍 不管走到哪儿 都有人上前要合照 泽伦斯基选在这个时候 到前线加油打气 似乎也是和几天前 夜探马里乌波尔的普京 互相较劲 TVS新闻众号报道 乌尔战争最怕演变成核武大战 最新英国这也宣布 还要提供乌克兰平右穿甲弹 只是却让普京大作文章 说这是带有核子成分 不过确实这武器相当有争议 过去美军在伊拉克时就曾用过 后来当地民众就有哀变的状况 外面中这台就是英国挑战者 二号主战坦克 英国日前透露 除了军援坦克外 也会一并提供乌克兰平化右穿甲弹 不了消息一出 立刻引来俄国痛骂 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平右弹用不得 还把这款弹药跟核武器做连结 美国认为俄罗斯反应过度 平右弹指的就是用平化右制成的弹头 由于该成分密度是迁的一点七倍 有绝佳的穿甲能力 不过平化右因为是核燃料制成中的副产物 还是存有争议 但他同时又因为放射性毒性都没有达到标准 国际法上并没有规定禁用 尽管如此 俄国还是认为提供给乌克兰平右弹 平右弹最早曾在波湾战争 还有伊拉克战争上使用 就连叙利亚战争也曾动用过 之后接连有传闻 部分使用过这种炸弹的地区 白血病和畸形婴儿比例增加 只是两者间是否真的有关又没有明确答案 但这个话题还是让俄罗斯捡到枪 连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都加入痛骂 但他最后拐了湾又暂时老大哥普京和习近平 国际原子能总署过去的说法 也认为平右弹尽管不算核武 但还是有一定的化学毒性 联合国实际上也建议最好不用 铁开争议干药 乌克兰早获得各式的军援 光是美国承诺的援助已经高达768亿美元 包含人道财务保安等等 当中军事类别就达到466亿美元 占整体援助的六成之多 另外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料 全球至少有42国军援乌克兰 第一名不用说当然是美国 其次是英国 德国和波兰 加拿大 荷兰 法国军援数量也名列前茅 至于乌克兰最想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渴望加快到手 美国五角大厦虽然没有透露时辰表 但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士兵 还说他们学得很快 英国王主威廉也以行动力挺乌克兰 周三他惊喜献身波兰与乌克兰边界的军事基地 亲自向驻守的军队表达感谢 威廉王主也拜访该地的难民营 并和乌克兰儿童一起打乒乓球 亲切交谈 只是对于提供平右蛋的争议 英国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多做回应 本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真的会发动核战吗 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最新说法 确实让人有点担心 更多的内容要请教记者李作恒 好 欧阵队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演变成核冲突呢 这个影响会是全世界的 当然大家过去也非常的担心 不断的在问 主要就是因为呢 包含像是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不断的多次警告 另外呢是有关新销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这个条约呢是在2010年签订的 那效期是10年可以延长5年 那原本呢说这效期可以延长到2026年的2月4号 但是却突然在今年的2月22号呢 这俄罗斯方面是宣布暂停参加的 这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双方根据这个条约 可以部署1550枚的长城核弹头 另外呢是限制可吸核武的导弹使用规模 以及一经通知就可以让对方来查验有关设施 当然就是要限制这个核冲突可能升温的情况 所以呢俄罗斯方面突然的宣布暂停参加 就引发了联想 而现在俄罗斯的副外长更警告全世界 这是雷亚布可夫 他就说他不想要谈核风险是不是升高 不过确实这样的风险呢 已经是高于过去的数十年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